大家好,我是東橋的鮑伯 來東京旅遊如果不是住大飯店 通常早餐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因為飯店或民宿不附早餐 或是早餐可能有點難吃 但日本並不像台灣早餐店的像便利商店一樣多 可以想到燒餅、油條、漢堡、小籠包這些美食 大家選擇可能都是便利商店、素食店或是連鎖咖啡店 其實日本還是有蠻多好吃的餐廳是有附早餐的喔 我們這次來介紹10家位於大景點或大景點附近的好吃有附早餐的餐廳吧 鮑伯早餐店基本上都是利用Tabelloku這個網站搭配Google Map去看評評的 希望可以帶給大家比較客觀的參考 那我們看下去吧 淺草 Lodge 赤食 開店時間 週二到週日早上九點 週一休息 淺草是東京最具有代表性的景點之一 如果不想人幾人逛淺草寺的話 早點到淺草寺名次的選擇 如果早點到的話當然要吃早餐囉 我們推薦Lodge 赤食 余昭爾四八年開店 至今已經有四七年的歷史 餐廳的裝潢十分有懷舊感 大家可以注意到桌子居然是遊戲機的機台 能夠在這麼日式的吃茶店享受早餐真的很不賴 鮑伯點了650元日幣的翁伯丹 加上烤土司以及飲料的套餐 算是日本早餐 又稱Morning Service的訂番 據說始於1950年代的廣島 烤得脆脆的吐司補上奶油 配上入口即化的翁伯丹 最後再拿一口咖啡 讓你吃得飽而且有精神 東京車站Bertigala Tokyo 開店時間週一到週日早上七點 東京車站除了車站本身漂亮 還有玩之內的歐風石板路 以及名牌店可以逛街外 也是東京重要的轉運站 這次介紹的麵包店Bertigala Tokyo 位於車站內商店街Grandstar的地下一樓 不用出站就可以吃到早餐 而且七點就開門 非常適合去迪士尼樂園之前吃的早餐店 整體店面十分有空間感 絕對不會有人即人的感覺 麵包的種類也非常豐富 Bertigala的麵包使用自家吃的自然效果發酵 然後使用天然鹽等等的素材 將食物素材原本的味道最大化的展現出來 包伯超喜歡這個家的蘆筍三明治 大量蔬菜加上培根吃起來絕對不會膩 名作Tricolor本店 開店時間週一到週日 早上八點 銀座是一個名牌精品旗艦店 以及百貨公司聚集的光階聖地 如果想要元氣滿滿的開始寫兵行程 何不在Tricolor悠閒的吃個早餐呢? Tricolor開業於朝二十一年 至今已經有八十幾年歷史了 我們可以在一樓走到二樓的牆壁上 看到這家店滿滿的歷史 另外這家店有五十個座位 也是一個可以悠閒用早餐的地方 Tricolor的特色是使用高品質咖啡豆手中的咖啡 喝一口它的咖啡 馬上讓你有一種置身於銀座的高級感 餐點的部分 鮑勃這次點的早餐是七百八十元的厚片吐司 加生菜沙拉的早餐 吃起來很中規中局 如果餓的話可以點個蛋糕 包不點巧克力蛋糕還蠻濃厚好吃的 玉茶汁水 Ethiopia Curry 開店時間 週一到週五早上七點半 週六週日十一點 缺夜園是一個宅宅天堂 販賣非常多的電器 動漫等等的相關產品 如果一天的第一站要爆買東西的話 那早餐一定要吃得很飽 如果你不介意第一餐就吃濃濃有飽足感的咖啡飯的話 那我推薦Ethiopia Curry 這家店在秋月園以及不遠處的玉茶汁水都各有一家 而且早餐都有營業 點完咖哩之後先給你兩顆蒸馬鈴薯再開胃菜 至於這家店的咖哩的特色是利用營養充足的食物纖維 以及12種香料所調配出來的 聽說可以促進新陳代謝 所以對身體還不賴 那包婆這次點了880元的雞肉咖哩飯 放了大塊大塊的雞肉 配上濃厚但不利的咖哩真的很好吃 吃完之後整個精神都來了 池袋Coffee Valley 開店時間 週一到週五早上8點 週六週日10點 池袋也是一個大站 也是很多來東京會選擇住宿的一個好地點 如果住池袋的話可以選擇吃Coffee Valley當早餐 這家店是文青應該會喜歡的裝潢 感覺可以花點時間悠閒的坐著想要早餐 這家店使用上等的咖啡豆 並且吃在自家烘焙 包婆膚淺所以不是很懂咖啡 但自家烘焙聽起來就很有誠意 這家店提供的早餐Valley Toast吐司 是從麵包百名店Parlor江古田購買的 包婆有吃過那家店的麵包 真的好吃 大家可以選擇包婆點400日元的烤吐司 加上奶油與蜂蜜 維恩店的果醬吐司好像已經沒有提供了 但還有吐司加紅豆或是火腿等等的選擇 我相信吐司好吃 加上其他的東西應該都好吃 上野到河丁洗多方食堂 開店時間週一到週日早上7點 上野是一個第一次東京旅遊一定會去的地方 也是多數選擇住宿的地方 阿美恆定的藥妝店讓人欲罷不能 面積超大的上野恩次公園 也是東京必訪景點之一 我們這次介紹的早餐洗多方食堂 距離上野車站稍稍的有點距離 大概走了約10分鐘左右 日本早餐拉麵有個特殊名稱叫做Asara 早餐吃拉麵聽起來可能有點瘋狂 但你的胃第一餐可以接受油膩的話 其實吃起來還蠻爽的 尤其是大口狂克日本三大拉麵 喜多方拉麵特色的叉燒 配上你具有嚼勁碳水化合物十足的麵 最後再喝一口吶含量超標的醬油湯底 絕對讓你精神飽滿 一路飽到中餐 反正想要消化的話 等等上野公園走三圈就好了 澀谷 開店時間 週二到週六早上八點 週日週一休息 澀谷這個名字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密集恐懼症地獄的十字路口 時尚年輕人聚集之處 或是東橋目前最喜歡的展望台 看似越晚越瘋狂的澀谷 其實也有很棒的早餐 包伯推薦2020麵包百名店的 Pont Usuhir 這家店位於小小的住宅區的巷子裡 所以要稍微找一下 找到之後一定會被這家店的可愛氣氛吸引 包伯點的早餐Morning Toast Set平日限定 價格大概600塊日幣 特色是一次可以吃到五種不同的麵包 這家店所使用的白神狗他媽的酵母 是秋田世界遺產 白山神地所產的 特色是麵包吃起來有種魚韻流醇的香味 雖然一次給你五種麵包 但份量不是很大 我相信小鳥味或大鳥味應該都可以吃得開心 代官山 Ivy Place 開店時間 週一到週五早上八點 週六週日七點 代官山是一個跟天母有點像的地方 人潮並不會很多 仔細找的話可以發現很多很酷的小店 我們也來介紹一家有點酷的餐廳 Ivy Place 這家餐廳直接位於代官山的Tata Tea Site 所以地理位置很好 雖然位置很多但還是建議早點到一面排隊 Ivy Place的室內裝潢很漂亮 而且搭配戶外的草木 讓人有一種自身輕敵者的感覺 包包點是1700元日幣的法國吐司 配烘蛋燻鮭魚 佐鮭魚卵的燒燒高級早餐 下咖啡還要多付300日元 但難得來東京玩 在代官山稍微裝闊氣點也無妨吧 那當然這個早餐也十分的好吃 吃起來非常有層次 雖然看起來好像有點重鹹 但其實吃起來非常的清爽 清脆的生菜是關鍵 那Ivy Place還有十幾種不同的早餐選擇 那就等大家慢慢來挖掘囉 星宿 星宿是一個觀光客跟上班族一樣多的地方 所以早餐的選擇也不少 想要體驗上班族會吃什麼早餐 我建議到半空大樓最多的西星宿吃拉麵 可能大家也會說又是拉麵又是拉麵 那我這次選沾麵 鮑伯點的是1150元日幣的沾麵 大家看影片就會知道這個叉燒的量有多驚人 總共150公克 喜歡吃肉的人千萬不能錯過 另外湯底是雞骨及臀骨所熬成的醬油拉麵 蛋餅不會很鹹 還蠻好入口的 麵的口感是非常有嚼勁 是一個非常有飽足感 卻不會太膩的早餐 六本目 L'Eglise Dupin 麵包店 開店時間 週一到週五早上七點半 週六週至九點 六本目一帶是常常被觀光客遺忘 但其實有很多超好逛的店 美食 綠地 燈飾 以及浪漫景觀台的地方 我們推薦的店 L'Eglise Dupin 是已經殘連三年的東京麵包版名店 炒餐選擇麵包店有個好處就是能夠選擇的種類很多 絕對不會單調 甚至有生菜沙拉讓你營養稍微均衡一點 這家店的地理位置也非常好 就在大江戶六本目站的旁邊 總共有80個位置 理論上應該不會很多人 可以悠閒的挑時間過去吃 當作早午餐也不賴 這家店很大的特色是從玄脈開始 的抹粉 成型 烤麵包的步驟都是自己來 使用自家製天然酵母 用低溫長時間發酵 可以吃出小麥的香味以及甘甜 大家可以多點人來點不同的麵包分享 絕對不會失望 以上就是10家位於大景點或是大景點附近的 好吃有附早餐的餐廳囉 其實我們還有很多更好吃的早餐餐廳 並不是在大景點內而是在住宅區內 然後當然還有很多早餐的餐廳我們並沒有拍過啦 說實在的話拍早餐餐廳真的很辛苦 因為有時候我們五六點就要出門 因為好吃的店人很多 很多時候我們都是要趕開店的時候去排隊 所以呢請大家耐心等待我們慢慢拍攝其他早餐囉 我是寶寶 大家下次見 掰掰